虽是鬼怪故事,却应人生百态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 遇见鬼怪故事,聊斋志义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为葛金 在古代中国的传说中 人们认为花草树木,尤其是异常高大的品种 会变成仙子或是妖精 它们甚至能够幻化成人类的模样 并具有人类的思维 因此,在民间的鬼怪故事里 有许多有关花妖精怪的故事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 便是有关一只牡丹花妖的故事 洛阳城有个人 名叫常大用 他爱好牡丹已经到了极其痴狂的程度 他听说 曹州的牡丹名冠其卤 心中很是向往 一次,常大用因为有事到曹州去 便在一个近深的花园中借住了下来 当时才是二月 牡丹花还没有开 她只能在花园中徘徊 注视着花枝上的嫩芽 期待着牡丹花 可以绽放 每日 她闲来无事 就会在近身家写诗 不知不觉 竟然写了怀牡丹的绝句一百首 又过了一阵子 牡丹花渐渐含苞待放 但她的旅费也快用完了 她不得不点当了自己的春衣 继续留在近身家 不肯离开 一天凌晨 常大用来到花圃 看见一个女子和一个老妇人正站在那里 她疑心她们是富贵人家的家眷 便急忙转身离去 到傍晚她再去时 又见到她们 常大用慢慢地躲到了一边 偷偷向她们望去 只见那女子穿着华丽的衣服 容貌美艳绝人 她正在晕眩迷茫之际 忽然转念想 这女子一定是位仙女 凡间怎么会有这样美丽的女子呢 想到这里 她又急忙返身去搜寻她们 她刚转过一座假山 正好跟老妇人迎面碰上 那女子正坐在一旁的石头上 她看见常大用 十分惊慌 老妇人用身体挡住那女子 和赤长大用道 你这狂生 想干什么 常大用挺直身子 跪倒在地 对那女子说 姑娘你一定是位仙子 老妇人则骂她道 说出如此妄言 就该将你捆了 送到衙门去 常大用听了很是惊恐 可那女子却微笑着说 让她去吧 说完 女子与老妇人便绕过假山 离开了 常大用想要返回时 却发现已经紧张得几乎迈不开步子 她想着那女子回去后 将会如何禀告父亲与兄长 说不定 他们会跑来 辱骂自己 常大用回到住所 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书斋里 悔恨自己刚才的行为 太过冒失 但是 她又暗自庆幸 那女子看起来并没生气 或许是因为 她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就这样 常大用既悔恨又害怕 一夜辗转难眠 第二天竟然就病倒了 幸好 天亮以后 那女子的家人 没有钱来问罪 她心里这才渐渐安定了下来 她又回忆起那女子的阴容笑貌 之前的恐惧 又转化成了思念 这样过了三天 常大用病得更加严重 看起来 也越发憔悴 几乎就快要死了 一天夜里 常大用屋里的灯 还亮着 仆人也已经熟睡 忽然 一位老妇人走了进来 她端着一支碗 走到常大用的镜前 对她愤愤地说 我加个金娘子亲手调制了一碗毒药汤 你赶紧把它喝下去吧 常大用一听 大为惊骇 过了一会儿 她对那老妇人说 我与你家娘子素无怨愁 她何至于要赐我一死呢 既然这样 是你家娘子亲手调制的 与其我会因相思而病死 倒不如喝下这碗毒药 死了 倒也痛快 说完 她一仰脖子将药喝了下去 老妇人笑着接过碗 便离开了 常大用觉得这样 又香又冷 看起来并不像是毒药 过了一会儿 她只觉得肺腑宽阔舒畅 脑袋也清爽了 舒适的身体 让她憨然入睡 一觉醒来 已经是艳阳高照了 常大用试着坐起身来 觉得自己的病 好像已经痊愈了 因此心里越发相信 那女子就是神仙 因为没有再次接触到 那女子的机会 常大用只好在没人的时候 想象着那女子站着 坐着 前程跪拜 或是默默祈祷的样子 一天 常大用到花园中散步 忽然在深树丛中 迎面撞上了那女子 幸好周围还没有旁人 她大喜过望 败倒在地 葛金静前将她拉了起来 常大用闻到她身上 有一股奇异的香味 她马上用手握住 葛金白嫩的手腕 站起身来 她手指 触到她的肌肤 只觉得那肌肤 柔软细腻 让她的骨头 都要酥了 她正要说话 那老妇人忽然赶了过来 葛金让她立刻躲到石头后面 并向南边一指 对她说 夜里 你用花梯翻过墙去 那里四面都是红窗的房子 就是我住的地方 说完 她就匆匆走开了 常大用看到她离开的身影 心中好一阵惆怅 就好像丢了活似的 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 到了夜里 她搬来梯子 登上南墙一看 墙那边竟也已经放好了一架梯子 她狂喜着 爬下了墙 果然 看见一个四面红窗的屋子 她听到屋里传来下棋的声音 便站了一会儿 又翻回了墙来 过了一小会儿 她再次翻过墙去查看 听见 那下棋声依然频繁 常大用靠近那屋子偷偷观桥 发现葛金正在与一个穿素色衣服的女郎面对面 坐在屋里下棋 老妇人也坐在旁边 还有一个丫鬟在一旁侍候 她只得又退回到墙边 就这样 常大用来回折腾了三次 时间已经到了三更天了 她浮在自己院子的梯子上 听见墙那边的老妇人在院子大声说 这梯子是谁放在这儿的呀 于是 几名丫鬟便移走了梯子 常大用爬上墙 想要翻过去 可是她却发现 梯子已经不见了 无奈之下 只好闷闷不乐地又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 常大用又爬上了墙 发现对面的梯子已经预先架好了 幸好 这十四周寂静无人 她进了屋子 看到葛金一个人坐在屋里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她一看见常大用 就惊慌地站了起来 侧过身子 满面含羞 常大用上前坐了一个一 对她说 我自认为 我是福分浅薄之人 也担心我一个凡人 与仙子您没有缘分 可没想到 我却能在今夜与你相会 说完 她就亲热地要抱葛金 常大用发掘葛金 腰枝纤细 只够一握 而她口中吐气 更是如同兰花一样芬芳 葛金 推阻常大用说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常大用回答道 好事多磨 迟了 我怕连鬼 也要嫉妒了 然而 她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远处传来说话的声音 葛金急忙说道 是玉板妹妹来了 你赶紧钻到床下去吧 常大用慌忙钻到了床下 没一会儿 只听一个女子走了进来 她笑着说 你这手下败将 今夜还敢再和我站上一盘吗 我已经煮好了茶 特地来请你 共进长夜之欢 葛金推辞说 自己已经困倦了 玉板却坚决要请她去 葛金还是不肯走 玉板说 你这么恋恋不舍 莫非是藏了个男人在屋里 于是 她就笑着 强行将葛金拉出了门 常大用爬出床底 怨恨至极 便搜寻葛金的枕席 希望能找到一件 她丢下的东西 但是 她在屋内并没有发现 梳妆盒 只在床头前 看见了一个水晶做的如意 如意上面 扣着一条紫色的手帕 那手帕香气芬芳 洁净可爱 她将如意揣在怀中 翻墙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常大用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发觉葛金身上的香气还在 心中对她越发倾慕 然而 因为有了这次钻床底的经历 她心中便产生了送官查办的恐惧 她反复思量 不敢再去 只是将如意好好珍藏 希望葛金能来找寻 隔了一个晚上 葛金果然来了 她笑着对常大用说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君子 不料你却是个小偷呢 常大用回答道 确实有这么回事 我之所以偶尔做了一回小偷 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意罢了 说完 她就将葛金揽入怀中 替她解开裙子上的结扣 葛金白嫩的肌肤 一下子露出来 温热的身体 香气四溢 常大用一尾搂抱着她 只觉得连她身上的汗气 都异常芬芳 常大用对她说 我本来就猜测 你是个仙女 现在更知道不假了 有幸 蒙你错爱 你我真是三生有缘呀 只是 我担心仙女下嫁 终究会成为一场离仇别恨 葛金笑着说 你担心得太过了 我不过是那离魂的人间女子 偶然为情所动罢了 这件事请一定要慎重保密 我担心会有人搬弄是非 颠倒黑白 弄得你不能掌上翅膀逃走 我也不能乘风而去 到那时 我们因祸分离 可比好离好散要更惨呀 常大用答应了她 但终究还是怀疑她是仙女 所以再三询问她姓什么 葛金说 你既然认为我是仙女 那仙女又怎么能把姓名告诉给别人呢 常大用又问 那常跟着你的那位老妇人又是谁 葛金说 她叫桑姥姥 我小的时候受到她的照顾 所以我对她和其他的丫鬟们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说完 她就起身要走 她说道 我那里耳目众多 不能在这里久留 有空我会再来的 临别时 她又向常大用索要如意 她说 这不是我的东西 是玉板妹妹丢在我那里的 常大用问 玉板是谁 葛金答道 她是我的堂妹 常大用将如意交给葛金 她就离开了 葛金走后 被子枕头上依然留着奇异的香味 从那以后 隔个三两夜 葛金就来一次 常大用更是迷恋葛金 不再想着回家去了 但是 她的行囊已经空空如洗 便打算卖掉自己的马 葛金知道后 对她说 你为了我 用尽了钱财 还点当了衣服 我实在不忍心 现在 你又要将马卖掉 一千多里的路程 以后 你该怎样回家去呢 我这里有些积蓄 倒可以帮你 应付现在的开销 常大用推辞道 我很感激你的好意 就是拿我这条命起事 也不足以报答你对我的感情 可如果我在贪婪 卑鄙地耗费你的钱财 那我还是个人吗 葛金坚持己见 他说 就算是我借给你的吧 说完 他就拉着常大用的胳膊 来到一棵桑树下 他指着一块石头 说 你把它挪开 常大用照他说的做了 葛金又拔下头上的簪子 向土里 刺了几十下 接着说 你把土扒开 常大用又照他说的做 只见土下露出一个瓮口 葛金伸手进去 取出五十多两白银 常大用拉住他的胳膊 不让他再拿 葛金不听 又取出十几钉银子 常大用坚持让他放回去一半 又将土盖了回去 一天晚上 葛金对常大用说 近来 我听到了一些闲话 我们不能再这么长久地 继续下去了 我们必须商量个对策 常大用吃惊地说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小生我素来于府拘谨 如今因为你的缘故 我才像个寡妇一样 失去了君子的操守 不再能自己做主了 我现在全听你的安排 哪怕是刀具抚越架在脖子上 我也不在乎 葛金便计划与常大用一起逃亡 他让常大用先回去 两人还约好 在洛阳会面 常大用收拾好行装回家 他打算先到家 然后再来接葛金 可谁想 他一到家 葛金的车子也已经到了他的家门口 他们便一同登堂拜见了常大用的父母 左邻右舍听说 常大用带回一个媳妇 很是惊奇 他们纷纷登门 祝贺两人 但却并不知道 他们是偷偷逃回来的 常大用有些害怕 而葛金却很坦然 他说 且不说千里之外 他们查不到这儿 就是被人知道了 我一个官宦大户人家的女儿 就像当初 卓王孙宇司马向儒 不也是这样吗 你尽管放心就是了 常大用有个弟弟 名叫常大器 他年方十七岁 葛金看到他 就对常大用说 你弟弟是个有慧根的人 他的前程可比你还要远大 可是 就在常大器快到结婚的日子时 他的未婚妻却突然死掉了 葛金对常大用说 我的堂妹玉板 你以前曾经偷见过 他相貌不丑 与你的弟弟年岁也相当 他们俩如果做了夫妻 真可以说 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常大用听了就笑 开玩笑地央求着 要请葛金帮忙做美 葛金说 如果真想叫他来 也不是什么难事 常大用高兴地问 你可有什么办法 葛金说 妹妹跟我最是要好 只要用两体马拉上一辆小车 派一个老妇人往返一趟 将她接来就行了 常大用担心 这样一来连同他们私奔的事 也会一并暴露 不敢同意葛金的计策 葛金却坚持说 不妨是 于是 他们便让与葛金一同来的 桑姥姥带着车夫 驾车前去 过了几天 车子来到了曹州 桑姥姥下了车 让车夫停在路边等候 自己则趁着夜色溜进了花园 过了好久 她又带了一个女子回到车旁 他们上了车 车夫便出发 返回了常家 在路上 他们晚上就睡在车里 清晨再次上路 葛金孤寂了一下时间 就让常大气穿着礼服 前去迎接 他走了五十多里路 才与他们遇上 常大气对那姑娘 行了迎亲之礼 当晚 常家 古月齐名 花烛明亮 新郎新娘便拜堂 成了亲 从此 常家兄弟都娶了美丽的媳妇 而家中的日子 也是过得越来越富裕了 一天 几十个骑马的强盗 突然冲进了常宅 常大用发现强盗闯了进来 便让全家都躲到楼上去 强盗闯进院子 围住楼房 常大用俯身向下 问强盗 我们之间有仇吗 强盗答道 我们没有仇 只是有两件事相求 一是我们听说两位夫人是凡间没有的美人 请求与他们见上一面 二是我们兄弟有五十八人 请赐给我们美人五百两银子 强盗们在楼下堆上木柴 想要放火烧楼 来威胁他们 常大用答应 他们勒索钱财的要求 但强盗们还是不满意 仍要烧楼 家里的人大为恐慌 葛金要和玉板一同下楼 别人阻止他们也不听 他们浓妆艳抹地走下楼 到离第三级的台阶上站定 葛金对强盗们说 我们姐妹都是仙女 暂时下凡 来到人间 又怎么会怕你们这些强盗 我倒是想赐你们白银万两 只怕你们还不敢接受呢 强盗们一起仰头跪拜 齐声说 不敢 姐妹俩刚要回身 一个强盗大声说 你们这是在欺骗我们吗 葛金一听 转过身来站定 对强盗说 你们想干什么 赶紧想好了 现在还不算太晚 众强盗面面相去 竟然敲无一言 姐妹俩从容地登楼而去 强盗们仰头一直看着两人 直到他们不见了踪影 最终 强盗们竟然奇迹般地就这样离开了 又过了两年 姐妹俩 各生了一个儿子 他们也才渐渐说出原本的来历 他们原本姓魏 母亲被称为曹国夫人 长大用怀疑曹州并没有姓魏的世家大族 而且如果是大家族 还丢了两个女儿 怎么可能会置之不理呢 他虽不敢追问葛金 但心里却暗自觉得奇怪 一次 他找了个借口又前往曹州 在境内 他四处探访 发现世家大族中 并没有一户姓魏的人家 于是 他仍旧借助原来的那个近深的家中 他发现近深家的墙壁上有一首诗 题目名为《赠曹国夫人》 长大用觉得这首诗的内容颇有些怪异 便向主人询问 主人笑了笑 就请他去观赏曹国夫人 他们到曹国夫人面前一看 发现他原来是一颗牡丹 那牡丹长得十分高大 甚至跟屋檐一样高 长大用问起牡丹名字的由来 主人说 因为这株牡丹 曾在曹州一次花展中 名列第一 所以朋友们就戏称他为曹国夫人 长大用问这株牡丹 是什么品种 主人笑道 这株牡丹名叫葛金子 长大用心中更加惊骇 便疑心葛金 他们应该是花妖 长大用回到洛阳后 也不敢当面质问葛金 只是讲述了有关赠曹国夫人那首诗 然后观察葛金的反应 葛金一听 马上皱了眉头 变了脸色 迅速出门去 他叫玉板抱着儿子来到长大用面前 对他说 三年前 我因你喜爱牡丹而感动 这才幻化成人形 嫁给你作为报答 现在 你不再信任我 我又怎么能再与你生活在一起呢 说完 他便和玉板一起 举起孩子 远远地扔了出去 没想到 孩子一落地 竟然就消失了 长大用十分吃惊 再回头看那两个女子 发现 他们也都消失不见了 长大用 长大用因此懊悔不已 又过了几天 孩子落下的地方长出了两株牡丹 一夜之间 那两株牡丹竟然就长到一尺高 当年就开了花 一株是紫花 一株是白花 两株牡丹的花朵像盘子那么大 与一般的葛金 玉板相比 花瓣却更加细碎 过了几年 两株牡丹之繁叶茂 形成了花丛 一移到别的地方 却又变了品种 没人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从此以后 洛阳的牡丹就名列天下第一了 故事的最后 作者还有这样一段评语 他说 执着的人 有时候能与鬼神沟通 如此一来 我们也不能说葛金无情 像当年 大诗人白居易在寂寞的时候 也将花 比作自己的妻子 更何况正牡丹花妖 能了解长大用的爱花之情 心甘情愿成为了他的妻子 既然可以安心地生活 他又何必要极力探明究竟呢 看来 长大用 也不是什么通达之人啊 好 今天的鬼怪故事 葛金 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就请点赞 并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